大家好 欢迎回到业余历史 今天咱们继续 简单聊聊太平天国 上回咱们说了 这洪秀全 大大的封赏了他这堂帝洪人干 当时 太平天国的首一六王 除了这个洪秀全自己 都已经不在天国了 所以 这个洪人干呢是独为干王 但这样的局面呢 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在1859年的五月 洪秀全又封了陈玉成为英王 蒙德恩为赞王 这时候啊 李秀成的那个 杰毅兄弟 亲家 大叛徒李施忠 又联系李秀成了 说你看看 别人都封了什么干王英王赞王 您为天国十几年 什么也没落着 也没封你王爷 干脆啊 不如你过来啊 咱们一块儿 报效朝廷 李秀成当然拒绝了他 但是李秀成呢 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李世忠这么投缘 还是给他写了回信 信里面还劝他 重返天国 在同年的12月 李秀成和陈玉成 又共同合力 收复了天璞省 也不知道洪秀全是怎么想的 也许是为了表彰 帮李秀成的功绩 也许是知道了他还在跟这个李世忠通信 想再激励他一番 就封李秀成为中王 还送了他四个大字 洪秀全亲手写的是万古忠义 这个呢 两层作用 既是表彰 也是警示 就跟清朝啊 给李昭寿改名李世忠 其实是一个意思 这天国啊 天二代里边咱们光说这些人了 再介绍一个新人 韦志郡 其实也不是新人了 咱们前面提到过他 他是韦昌辉的弟弟 原名叫韦郡 后来改三字名字 就改成了韦志郡 这个韦志郡啊 长期在一线作战 而且每次都是独党一面的部队首长 所以呢 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呃 连曾国藩都这么评价他 说韦郡之贼 巨汉 在攻打武昌的时候 韦郡甚至击杀了 湘军的大将罗泽南 但是在天国之变中呢 我们知道 北方韦昌辉变成了北涅 全家被诛 就是韦郡和韦昌辉的父母 都被杀了 韦郡呢 他因为自己正在在外领兵 所以呢 躲过一劫 但是从那以后 韦志郡对朝廷就开始仇视 对天国朝廷开始仇视 自己作为北涅韦昌辉的弟弟 这个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结果天王这时候封了第二代的五军主将 居然把韦郡封为了右军主将 他是受宠若惊 时间长了就发现 不对 这五军主将那四位 每个都有自己的地盘 就我没有 再过一阵呢 这里面的陈玉成 李秀成还封王了 变成了自己的领导 我跟他们不是一码事啊 什么天二代 我是天一代啊 而且呢 韦郡住所这个地方啊 在池州 紧贴着他住房的就是杨甫清和杨毅清 大家看这名字 他们是杨秀清的杰毅兄弟 两个人是天天叫嚣着要杀了伟郡给东王报仇 伟郡的这种尴尬局面 天国没有人关心他 对手反倒很关心 湘军的水石提督杨宰福 主动给伟郡泡来了甘蓝枝 说兄弟啊 知道你 在天国混得不如意 不如来我们这儿吧 别看你之前杀了罗泽南 那都是战场上各位其主 没关系 来我们这边 共同为朝廷效力 伟郡啊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 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祥清 于是他剃发改装 名字也改回来了 改回叫伟郡 随着他的祥清呢 池州当然也就一起归顺了大清 伟郡归顺清朝以后 连着打了几个硬仗 而且都打胜了 朝廷这么评价他 说这伟郡啊 毁罪来归 于数万汉贼连日驻战 屡获胜仗 斩首不可生计 其归顺之心 尚书可信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天国最大的敌人 其实还不是伟郡 而是又重新建立起来的 江南大营 这个时候的江南大营 统领是何春 副统领是张国良 领兵号称十万 咱们简单说两句这个张国良 他原名呢 叫张家祥 是起义军出身 举起的大旗叫 扶若除强张家祥 后来这个张家祥呢 招安了 归顺了清廷 清廷知道 张家祥有本事 会打仗 就想把他打造 包装成这个农民起义 接受招安的标杆 所以呢 给了他高官厚禄 而且呢 给他辞名 别叫张家祥了 改叫张国良 意思就是国家栋梁 那怎么对付他们领衔的 这个江南大营呢 红人干出了个主意 咱们要唯位救赵 具体怎么办呢 此次经为难于立功 必向胡航须发立为其辈 必反救胡航 就说现在这经为啊 不能跟他们死磕 不能硬刚 要呢 先假装进攻胡舟和杭州 抄江南大营的后路 那对方呢 必然会派兵去救援胡舟和杭州 四骑撤兵远去 即行反配自救 必获捷豹也 趁他们派兵救援了 江南大营空虚 咱们立即反攻江南大营 必获捷豹也 李修成呢 就完美的实施了红人干的这个 唯位救赵的计划 在1860年的2月 李修成开始出兵 仅用了一个月就占领了杭州 等这个清兵啊 江南大营果然发来了援军 进攻到杭州的时候 李修成给他们玩了个空城计 就在城上面啊 变差惊奇 然后扎上甲人 实际上自己的部队呢 早就撤走了 这清兵啊 远远的围着杭州城 就看 说耶这个 这天国这帮长矛 站岗站的是真直啊 这打半天文思不动 后来呢 刮大风一看 耶这个人怎么倒了 是纸糊的 溜溜在外面耗了一天 才发现杭州城 早已经是一座空城 这个时候呢 李修成带领着部队 是迅速回兵 和早就等在那的 陈玉成 杨甫清 李世贤他们的部队会合 闪击了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这时候 兵力相当空虚 只剩下张国良和冯子财 两员将官 于是在当年的五月 江南大营被击溃了 这个冯子财 咱历史课本上讲过 在25年之后 在对法战争中 冯子财率兵取得了 镇南关大结 这是晚清历史上 少数的对外战争 取得的胜利 冯子财这个时候 还只是一员年轻的小将 这个陈玉成啊 为了配合李修成 攻打江南大营 把他的部队 都从安徽前线给撤回来了 那这边一空虚呢 湘军就有机会了 迅速包围了安庆 于是这个时候的天国 又面临着一场抉择 李修成说 我们应该率主力 继续东进攻占江苏 江苏复数啊 可以作为天国的大后方 但是陈玉成说呢 我们应该先去援救安庆 安庆在长江沿岸 是天津 长江那上游 是天津的屏障 红人干也说 安庆一日无恙 则天津一日无险 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洪秀全拍板 给李修成一个月 你去攻打江苏 攻打完江苏 立即回兵 再合力去救援安庆 结果这李修成啊 一输兵就超时了 仅仅是占领了江苏南部 就已经用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江苏啊 在当时是非常复述的 今天也是 李修成把这个占领的部分呢 天国给他定名成了苏府省 省会就在苏州 李修成因为攻占了苏府省 也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当然咯 李修成很懂事 把财富中相当一部分 都运往天津 送给了天王 哎 洪秀全高兴 特别指示自己的儿子 幼天王洪天贵福 去写诏书 表彰李修成 这洪天贵福啊 也得到了他爹的这个 顺口溜的真传 我们看他这旨意怎么写的 爷生秀书扶镇宫 开江玉国建齐宫 就爷啊 天父皇上帝啊 生了我秀书 辅佐我爹 秀书谁啊 就李修成 开江玉国建立齐功 书筹交库守顾国 功尚加功中更中 就我书啊 这 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拿到了财宝 先献给朝廷 是吧 功尚加功中更中 这个尚啊 本来应该是上下的尚 但他不避讳吗 哎 换成这个字 李修成攻占了 苏福省之后啊 就把这苏福省 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 他是安定民生 发展生产 于是很快 这个地区更加繁荣啊 这日子过好了啊 这人难免就贪图享受 于是这个时候的 李修成 越来越讲究排场 越来越讲究享受 享受的第一步 干嘛呢 搞装修 修王府 李修成他自己啊 在天津 他是有府邸的 但是天津那个府邸呢 是按照侯爵这个级别 建设的 现在自己是中王了 所以呢 要在苏州 修中王府 苏州最有名的是什么 大伙都知道 苏州园林 哎 就把四大名园之一的 卓正园 改成中王府 这中王府有多华丽呢 几年之后 李鸿章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这么感叹的 说这个中王府啊 穷楼玉宇 取栏洞房 震辱神仙枯宅 但这个中王府啊 设计的太宏大了 一期二期三期 好多期 一直到后来 苏州沦陷了 中王府都还没修完 李修成在天津啊 早就有夫人了 就是王娘啊 在苏州 又去了十多个 另外呢 要敛财 这天国不都是财入圣库吗 那他除了从圣库里面 贪污一些公保私囊之外 还搞摊派 干嘛呢 就是过生日啊 我过生日 你们都要祝我生日快乐 那怎么快乐 不给点生日礼物 我能快乐吗 所以呢 各个政府 都要向李修成缴纳 叫受礼费 底下的官员也不傻啊 给你我钱从哪来啊 就层层摊败 层层盘剥 下面的官员 也紧跟着领导的步伐 也开始修府邸 练钱财 这股奢靡之风啊 甚至埋延到了浙江 这浙江是 这个武军主将里面 李世贤的地盘 他也在那里 是修了他的侍王府 这股风气越来越严重 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在有一年的元旦 英国的一个牧师 叫陆次 这个人跑到宁波 去质问宁波守将 潘启亮 这是天国的守将啊 给了他一个灵魂拷问 说你们天国来占地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目的是抢劫钱财 现在已经被你搜刮光了 您就应该走了呀 如果你们的目的是占领地盘 那你就应该好好发展 安居乐业 你们现在好 两头不靠 说的这潘启亮啊 也有点挂不住了 只能说 这 哪国的军队是铁板一块啊 都是良有不齐的 是吧 这个你看的那些不好的现象 都是那么一小撮少数的坏人 搞的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这李秀成啊 在苏府省一通享受 但实际上呢 他一直有一块心病没有解除 这个心病就是苏府省的版图 缺了个角 缺哪呢 上海 这上海当时的形势很复杂 除了清兵这个朝廷以外 还有很多的洋人 在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 南京条约里把上海规定成了通商口案 后来呢 又允许英国美国法国在上海都建立租界 因此上海的外国人很多 当时江苏不正史薛焕 就曾经联系过各国的领事 请求大家呢 共同出兵 帮助朝廷一起剿灭长毛 结果呢 还真有英法派了兵 当然咯 他们派兵呢 是因为感觉到了这个地方战乱不太平 来保护租界用的 并不像掺和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 这边不愿意 还就有主动上门的 来了一个叫华尔的洋人 这个人呢 是个美国人 据说他在美国上过军校 当过军官 这时候呢 有个当地的大财主 大商人叫洋坊 出钱 华尔出技术 组建了这么只叫洋枪队 其实就是雇佣兵啊 一共有二百来人 这为什么叫洋枪队呢 因为他们使的武器是洋枪 人呢 其实大部分是菲律宾人 也算洋人吧 这雇佣兵打仗 那你得给钱是要收费的 没关系 这个薛焕赵富 等到这个洋枪队开赴到战场一线 才发现了 这长毛啊 真不好对付 他们是战术素养高 武器呢 比自己也不落后 华尔一共参加了三场战斗 是三战两户 二百来人死了一半 就华尔自己都身中武枪 居然没有死 这是有作对的 洋人里面呢 还有友好的 这个伦敦的布道会 就曾经派了一个 这个传教士叫爱约瑟 主动来拜会李秀城 就是咱们都信奉基督教啊 应该是一家人 据这个爱约瑟后来回忆啊 说这李秀城啊 人长得短小精悍 当时是37岁 戴一副这个大框眼镜 李秀城就跟这个爱约瑟说 这我们呀 是刚占领苏州不久 所以呢 这个教堂啊 正在盖 还没修好 要是盖好了呢 咱们可以一起去做礼拜 我们国家 这些百姓太愚昧了 不知道信奉真神 所以呢 产生了乱世 哎 天父就派耶稣 降世来拯救世人 而我们的天王 就是耶稣的弟弟 3 5 2 2 2 3 3 Janeiro 3 5 6 7